今天天气很热 我们要带你到大学校园来看一看 世上有很多的大学生 他们就直接穿着假脚拖鞋 或者是就拖鞋到学校上课 但是你知道吗 这在台中的冯甲大学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说你被教官看到 就会登记名字 满三次还要上辅导课呢 这项规定校方是说 这叫做品德教育 但是学生还是认为 学校会不会管太多 穿拖鞋到学校的学生还是很多 冯甲大学校门口 每天早上有教官和义工检查学生的穿着 穿拖鞋到学校会被记名字 你有被记点吗 有 记满三次要上国民礼仪课 这个规定实施四年了 但成效似乎不如预期 校园内随处可见一般拖鞋 蓝白拖 连木鸡都来了 同学穿拖鞋到学校便有很多 在学校做很多事 比较忙 在学校时间比较多 然后我们就把它当在家一样 这个是还好 就是比较赶时间 就考试方便就好了 男生女生穿拖鞋的比例都很高 有的可能只是为了擦防晒油更方便一些 学生对于学校的规定看法两极 应该算合理吧 毕竟对老师来说 穿拖鞋很不尊重 我个人是觉得不合理 就我觉得学习这种东西是自己自由吧 就是想要以什么样的形态学习都是自己的问题 有人觉得学校管太多 但校方认为这是品德教育的一环 可以弹性处理 但绝不放弃 感谢观看